好 如果說到迷婚 總是帶給大家 神秘又帶有一些禁忌的色彩 一開始就帶你看到這期迷婚 居然是跟台灣的第一期 民航空難有所關係 但穿美妹妹 我是喝這個喝香粉 跟我們的老公 我們的先生 二條王來幫你坐牌這樣 有一天我在睡覺的時候 他來到我的床庫旁邊 我看他很小的時候 然後門門一下變得好高好大 我就知道他是那個... 對...他跟我說 他就是坐這台那個飛機師室的 民婚一般來講 就是說姑娘女孩子她沒有嫁 那死了之後跟家人託夢 說她要結婚 說起民婚 總給人神秘又帶點禁忌的色彩 這一起發生在台中神鋼的真實案例 就還跟台灣第一期民航空難有關 循姿佑璇的故事得回到1964年說起 紀錄片上試試飛機的尾翼還直指聳立 但試試飛機的殘骸到處飛落 爆炸後的引擎大變形燒成黑媽媽 又這是台灣首次民航機空難的神鋼空難 說一話大聲都中演 都黑演 大人就在講 啊 飛機擲來 我們在柴角角 要他擲在房間 我們今天不知道很多人 我們大男女兒 他那一隻飛機飛機 去夏天吃下去 夏天六七間 大家有看 我們就有人 一個人在哪裡 看到那個場景 他回去都不夠吃白肉 台灣電影製片廠 廠長龍方的追到大會上 龍方的妻子痛哭屈聲 蔣芳良上前擁抱致意 掌金國在一旁臉色領重 台灣民航史上第一期空難 當時震驚海內外 不光因為機上57名乘客全部遇難 遇難者還包括了 參加亞洲影展的電影人 當時飛機上有馬來西亞富商 洛韻濤夫婦 周海龍夫婦 胡靖康 王直播 省新聞處長吳紹西夫婦 省定製片廠長龍方 影片店巨子夏圍堂 等神岡空難57元一兆 一次排胎高掛 規模之大震撼全台 當年金馬獎更因此鐵半 當時政府為了撫慰亡靈 以及安定民心 特別擴大舉辦超度法會 隨著時光流轉 當年轟動全台的空難現場 已恢復一片神際盎然 沒有當地人帶路 我們根本無從找起這一段 快被遺忘的時光 市長我們現在走的地方 就當時的事發現場 是 53年6月20號 所以特別立了這個杯 對 飛機坨就從這邊下來 就這個地方 親人的小孩子 以目前來講他們都不了解 不了解說在我們這個地方 是台灣史上第一次的民航機的空難 正當大家感嘆 後來已經淡忘這一段歷史 2010年一名女子一場夢境 又讓這段歷史再度鮮明起來 她來到我的床庫旁邊 我看到很小的時候 然後滿滿一下變得好高好大 然後長頭髮 就像我現在這樣子 她轉過身 我看到她的背後 然後再轉回來 她跟我說她就是 就是坐這台那個飛機師似的 自成被神岡空難 遇難者托夢的林琼雲 就住在當年事故現場附近 她說夢妮的女子叫做陳清美 希望自己幫她圓一個心願 當時我是起來跟她講話 可是她在床上的時候 我看到我跟我先生睡在一起 她跟我說她要像我們這樣 陳清美的心願 不就是所謂的冥魂嗎 男生死掉了 會寫在牌位裡面 會有後世的子孫供奉 女生沒有嫁 如果沒有嫁 就是要把她的這個牌位 請到這個寺廟去供奉 等於是我後面沒有子孫來朝拜 所以往往這個冥魂會出現在這個 所謂的女生 其實她要的就是香火 按照常理 應該沒有人願意分享自己的另一半 奇怪的是 林琼雲不但沒有反對 還拉著丈夫一同請示 是家裡供奉的觀音 賢婦不慶 那個賢婦說天有天綠這樣不行 我才是她名門證取的 她不可以把名字寫在上面 因為觀音指示不能冥魂 善良的林琼雲改為陳清美超度 只是她還是持續託夢 甚至主動提出自己當妹妹 打破傳統冥婚死者偉大的觀念 她做妹妹 我做姐姐 她自己這樣跟我說的 以傳統的冥婚來講 因為死者偉大 那所以不管當事人 她是不是已經有娶妻 生子 這都不論 但是因為以死者偉大 所以在禮俗上 會讓冥婚的這個對象當大方 面對陳清美的請求 林琼雲一時之間 不知道該怎麼辦 想說過一陣子 在寢視加重觀音吧 沒想到身體突然出現異狀 人家說的皮膚好不好 我是從這裡長到這裡 整個眼睛腫得都不能戴眼鏡 而且整個這邊的眼睛 全部看不到了 我去到所有的那個眼科 她都跟我說 這個是沒有辦法好的 你只有換眼角膜 為什麼冥婚的對象會找上來 都是跟他們前世的因果有關 前世的因果沒有療 往生的這一個當事人 他希望藉由冥婚來療卻這段因緣 但是你卻會去阻止這樣子 去療卻因緣的方法 那當事人不管是要娶妻的 這個先生或太太 他其實身體可能會有一些狀況 甚至事業都會受到影響 究竟身體病痛和陳青梅有沒有關係 當時林琼雲倒沒有多想 只是說也奇怪 當時她想到一個折衷方法 改替陳青梅敬塔祭拜 辦這個冥婚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我跟我們的先生來拜你 說真的我也不認識你 既然你有這個要求 其實我也不介意沒有關係 她就一半就心肥了 她就很高興 或許是因為了卻一樁心事 林琼雲的眼睛 在醫生都不看好的情況之下 奇蹟復原 我跟妳去班的要點看看 就看妳的照畫了 我點了三個月之後 有一天我發現說 我好像這隻眼睛看得到了 我再回去回診讓他看看 那個醫生很驚訝 他說妳確實真的好了 2013年幫陳青梅和先生冥婚後 林琼雲以為事情就此圓滿落幕 直到兒子訂婚前夕 自己的身體又突然不對勁 改進寢視加重了觀音 沒料到神明透過代言人 傳達一件驚人消息 菩薩跟我說 妳忘記一件事情了 因為他也想喝喜酒 我就跟菩薩說 可是去對方親家那邊 總不能把一個空碗 那個筷子放旁邊 這樣人家不嚇死了嗎 菩薩跟我說 我給妳講一個好辦法 他叫我去拿一張紅色的紙 上面寫陳青梅三個字 就放在我先生的口袋 他說妳要出門的時候 妳等於改火車 請他跟妳們一起去 他就會去了 直接稱呼啊 陳青梅說 我們現在是現在要出門了 我們兒子要結婚 中午要在哪裡 哪一個餐館 要在哪裡用餐 更玄奇的是 當天吃完喜酒的陳青梅 再度託夢 要當這一張 寫有自己名字的紅紙條 給林琼雲的兒子當護身符 希望她擺在錢包至少三年 或許是名名之中加持 她不到三年 就生了兩個白白胖胖的小壯丁 只是話說回來 我們根據當年空難公佈的 遇難者名單 卻找不到陳青梅 唯一相似的名字 只有一名空服員 叫做陳青青 林琼雲難道不知道嗎 回去找那個名單嗎 因為畢竟時間也那麼久 沒有 我是覺得說 我認定有就有 我也不覺得 人家動作笑 因為我自己的夢 我最清楚了 林琼雲會如此心胸豁達 仔細探究 原來打從1991年 嫁到台中神崗 就開始和空難難難者有所感應 儘管事隔快30年 她依然記憶猶新 第一次被托夢的經過 奧巴桑 就是她的裝扮 就像三四年代的時候的裝扮 她就跟我說 她是坐這台飛機私事的 她跟我說 妳把項鍊還給我 我說我沒有拿妳的項鍊 她說有 妳去查看看 由於神崗空難發生的時候 林琼雲的婆家曾經參與救難 於是她趕緊請教家中長輩 所以去問某婆婆說 當時妳有撿到項鍊嗎 她跟我說有 她撿到一條項鍊是斷掉的 然後她去那個 那間店好不好 去把它接好之後 她送給她的女兒 彷彿急著知道答案 當天晚上林琼雲一睡著 那一位自稱掉的項鍊老婆婆 再度出現 跟這個王者說 不然我就買一條項鍊 還附帶兩個戒指給妳 沒有關係 我就去李儀社那邊買那個 然後就騷化給她 當我們好奇問起 林琼雲究竟幫過多少 自稱是神崗空難的遇難者 她的答案叫人忍不住 近乎出聲 該有三四十個吧 三四十個 因為她是有五十七位嘛 因為我在最後的時候 我夢見整台班車妳聽到嗎 就是那個連結車啊 上面全部都是坐上那個 會混啊 就是這麼大 這麼小 大人小的都會亂跳亂跳 他們一一跟我揮手再見 跟我謝謝 然後走了之後 我就一段時間都不會夢到了 這代表她會投胎啊 對... 一路陪著太太行善的呂德旺 私下透露 她其實很感謝這一些無形朋友 尤其是明妻 對太太的幫助 讓她深刻體會 什麼是好人有好報 我感覺到她的身體 幫助她的身體最多 剛才妳在訪問她 妳有感覺到她是 那個肺癌手術 她才四個多頁而已 最上面右上頁全部切除 這個淋巴也全部切除 很多人說 怎麼有可能 妳這樣在講話 這樣子講話了 妳現在的這個體力 這個氣色 怎麼有可能 首次玩三四個夜 但穿美妹妹 今天是好事好事 請她來領袖 我幫妳準備的水果 和經營祭寶 請她來領袖 讓妳討好 這個循環 為這一起懸之右懸的 空難冥婚事件 增添不少文型色彩 再度印證了 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 我幫妳找一遞 然後怎麼看 都不舒服 她先在不舒服 那個星期間 沒問題 在最美的風景 沒問題 都不會再看 感谢观看